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食物里面会不会有一个毒的成分 相信银针可以咽毒这件事情呢 已经是深入人心 很多人都深信不疑 那前段时间家里人去旅游呢 买回来了一副纯银质地的碗和筷子 大概呢长这个样子 然后也给我安利了非常多的一个知识啊 说这个银针呢 它是可以咽毒 银块和银碗呢 它也是有同样的一些功效 特别是用这个银制的餐具 去吃这个食物的时候呢 它是有起到杀菌的一个作用的 银制的这个餐具啊 它在和食物接触了以后啊 会有微量的一个银元素 进入这个食物当中 包括进入一些液体当中呢 也会同样的产生一些银离子 可以有效的起到杀菌 抑制细菌的一个作用 然后前几天我使用的话 也没有什么异常 就是一切都非常的平淡 但是 今天中午我吃面的时候 就是这碗面 这是一个某品牌的素食拉面 面条一袋 汤料一袋 然后我今天中午吃的时候发现啊 这个银制的筷子啊 它的前面居然变黑了 这边是它的本来面目 这个是我吃完以后变成的样子 哇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我的天 当你正在吃饭的时候 突然发现 你手上的这个银针 银块 它变成了黑色 这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情 然后我就赶紧上网去查询了一下 相关的一些资料 网上说呢 当银块遇到很多食物的时候 包括像蔬菜啊 鸡蛋 花生米啊 啤酒啊 等一类食物的时候呢 它都会变成一个黄褐色或者黑色 到底银块它是否真的能试毒呢 这边的话是我们提前准备好的 鸡蛋 啤酒 花生 然后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了 一个银制的碗 一双银制的筷子 我们先把这盘花生呢 都倒在这个银制的碗里面 一只筷子呢 放在啤酒里边 可以看到吗 它这个气泡的话 全部都是在筷子的周边 然后这一只呢 我们放到这个蛋液里边 然后我们需要的就是 静静的等待一会儿 好 那么现在已经是过去了20分钟了 首先来看这个鸡蛋里边呢 这个筷子顶端的话 看上去颜色是没有产生什么变化 可以看到这个筷子的话 它表面还是没有颜色的一个变化 再来看一下这只啤酒里边呢 可以看到它的颜色的话 也没有任何变化 还是银色的 颜色没有任何的变化 还是银色的 看来网上说的这个也并不是完全的准确啊 再给大家实验一下这碗面的一个情况 让我们稍作等待 好 现在的话已经有20分钟的一个时间过去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筷子到底会不会有颜色上的一个变化 这个筷子前面的部分好像稍微有一些变成了黄褐色 由于这个灯光的关系可能不太看得清楚 给大家看一个特写 好的那我们现在呢来公布一下这个真相 由于这个银的成分当中啊 它触碰到食物呢会产生这个银离子 那么现在很多食物当中呢 它也会含有非常丰富的一些硫的元素 像一些水果啊肉类啊鸡蛋啊都会有 里面都会有这个元素 那么当这个银离子和这个硫元素进行混合了以后 就会产生化学反应产生出硫化银 所以说网上我查了很多资料 那么现在看下来的话 其实现代用一个银去试毒的一个方式已经不再合适了 古代的话它用银针去试毒的话 主要是去试有没有这个P霜的一个成分 因为P霜的话它最主要的成分是一个酸 同时里边也有很多的硫成分 那么古代的时候由于制作技术的一个关系 银针它是可以去验出里边很浓的一些硫和生的成分 但是现在的一个食品加工技术已经非常好了 所以大部分食品当中的哪怕它是含有这个硫的成分 都是健康OK没有问题的 好那么今天这个科普雷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视频的朋友可以点击下方的评论留言关注 我们下期见